中方一直是美国虚假信息攻势的受害者 从所谓的种族灭绝到武汉病毒 从黑客攻击到海外军事基地 美国向中国泼了太多的脏水 但就乌克兰问题来说 冲突爆发以来 美方对中国的虚假信息攻击 一刻未停 先是有白宫国安会高官 主动向媒体喂料 散播所谓中方事先知情论 接着又有匿名高官放言称 俄方请求中方提供武器装备等援助 这些官方爆料 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 但无一不被事实打脸 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用者和最大推手 美国政府应正式和反省 自身在俄乌冲突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同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乌克兰危机 尽早得到政治解决 接着再来 欧疏 散播剧场上